你有沒有訓練一段時間之後 常常在跟隊友一起跑間歇的時候 別人都跑得動 但你卻已經跑到喘吁吁跑不動了呢? 這個時候是因為速度出了狀況嗎? 今天我就來回答你 所以這一集要來跟大家講一些關於跑步上的觀念 你在間歇訓練的當中 常常在同一組的隊友當中 有些人可能在恢復時間是非常短就可以達成 他在跑速度的當下 其實也是盡全力在跑 但他恢復當中每一趟 為什麼都可以恢復得比你快呢? 那普遍來講這樣的原因 通常是因為他的優勇耐力基礎比較穩健 什麼意思呢? 我們在訓練週期當中 會有基礎優勇耐力的這個訓練週期 這個訓練週期的目的就是打底 來為了你接下來刺激最大聲響量的 這些健鮮訓練做準備 所以當你的優勇耐力打底打得不夠穩健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會在訓練當中 導致你的恢復時間都比別人還要來得長 為什麼會這樣? 當你優勇耐力不足的情況下 你每一趟心率往下降的時間就會比較長 這個時候 你每次刺激完又再恢復 對你來說就會比較辛苦 你看跑步當中 會透過這樣的動態恢復 來達到界限刺激的效果 但通常這樣的狀態下 恢復會一趟一趟來的船 所以你一定要在休息時間 調整 調整你的呼吸狀態 好 又快到了 準備出發 對 GO 所以如果你在跑步當中 常常會覺得 你每一趟的健修時間 都比別人來得 恢復不回來 這個時候或許是因為你的優勇耐力不足 所以你可以嘗試考慮一下 重新在週期當中 去加強你的優勇耐力訓練 往往這些訓練當中 不是因為速度不足導致的 反而是因為你的優勇耐力不足 才會有這樣的情況產生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關於間歇上面的觀念問題啦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問題呢 或許可以嘗試一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喔 我是你的家裡良嘴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好 剛好跟大家分享啦 就是如果你真的在訓練週期 覺得你的間歇訓練都恢復不來的話 建議你可以在一週當中的訓練 先以優勇耐力為主 間歇訓練可以安排稍微少一點 甚至多以速度刺激就好 不需要以太長的間歇訓練 當你優勇耐力訓練疊起來之後 才會對你的間歇訓練比較有幫助喔